我們這個社團其實很簡單,它基本上是一個共同讀經典的社團,主要讀的經典就是《論語》跟《莊子》,這是目前的進度。 我們之前講過很多其他的經典,我們講過《大學》、《中庸》、《傳習路》、《通書》,這是主要的吧。 《論語》讀了好多年了,《論語》都還沒講完,所以還沒辦法講到《孟子》。 考試探索 一般人讀儒家,容易產生很多固執不化的毛病,智慧不足,所以也要讀點道家。 佛老佛老很多道理有相通的地方,雖然根本還是並不一樣的。 天一社 古典 東方文化講義會 天一社 天這個字是很重要的一個字,怎麼講呢? 其實我們整個現代世界就是太人為了,所以我們人的苦痛多半也來自於太人為。 人要控制、計算、掌握這些種種的事情,會給自己帶來很多的煩惱。 諸位先想看,你的煩惱都是什麼呢? 我們的煩惱無非都是自己是不是能夠掌握某些事情, 能不能控制某些事情,是不是能夠得到什麼事情啊? 殊不知,人生是沒有辦法這樣子去掌握、控制、計算的。 很多事情,甚至於一些根本重要的事情,都是天在那裡決定的。 所以人要懂得說,不要只陷在自己小我的軀殼,自己的人這一方面,要懂得天。 每逢自己有什麼狀況的時候,每逢自己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常常一面說,啊,應當要能夠把自己放下,要能夠融入這一個天地之間。 如果說,我們在同處於一天之中的話,大家同一個天,這個人生會好很,你們不妨回去試試看。 你每次自己有些地方,跟周圍的環境,居子不化的時候,你就想想看。 啊,天,這個字,要回到把自己重新融入這個天地之中,這個天。 人只有我的時候就有很多的煩惱。 天就是所有的外在。 什麼是天?很簡單。 一切的,包含一切就是天。 其實也包含你我在內。 包含一切就是天。 那麼,我們人要回歸這個天。 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是非常重要的。 現代人苦痛往往都在於, 知有人而不知有天。 這是我們苦痛的根源。 而且呢,只知有人, 就會像西方的存在主義所講的。 人一旦沒有對於上帝的這種信仰的話, 就好像被拋植到這個世界上來。 它是荒謬的。 找不到意義的。 那西方傳統上,換言之, 它也是藉著對於上帝的信仰, 去確立生命的意義跟價值, 乃至於它的倫理道德。 這是它的核心。 在古代西方,他們是信仰神明的。 譬如,希臘羅馬信仰神明的。 中世紀以降,當然主要是信仰基督教的。 到近現代, 我一再經常提醒大家, 整個西方社會的倫理道德的核心, 就是基督教的倫理道德。 就算今天世俗化之後, 他們還是靠那個底子。 但是恰恰是因為, 一旦不信基督教之後, 整個往下掉。 在二戰之後, 尤其是在二戰之後, 尤其是在六零年代的flower movement。 在歐洲, 在歐洲、歐美的中文, 在歐洲、歐美之中, 在歐洲、歐美的中文中文, 但是一旦不信基督教,在所謂的自然人性裏,又找不到安頓的方式時,整個西方的倫理價格,大幅地往下降。 古人舉頭三尺有神明,你到臺灣各地的廟宇去拜一拜,都要拜天公的,也要拜地基主的。 天地均親師,家裡放個牌位,叫天地均親師,尤其廣東人,幾乎都是這樣。 天地均親師,好像福建很多地方也是如此,所以要考察一下。 所以天地是很重要的,我們叫天一社,它的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さ・天則、談個牌位,要透過牌位,叫做過牌位,提斯成。 天之就,我們叫天一社,是在這個一個原因。 号登,一個根本,卻有緣故 engaged。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信與天道,不可得文言》。 換言之,孔子當然是講的,否則學生怎麼會知道有信與天道呢? 可不得文言,換言之,孔子不隨便講的,不輕易講的。 學生知道孔子有這個道理,關於本性、關於天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妙,一曲同工之妙。 德道之人,如果跟一般人講,這個是道,他聽了之後,他腦子兩下就變了。 他掌握不了,他會用他自己的意思去做各式各樣子的,不當的解釋。 古人雖然說是無道義以觀之,可是,孔子教人是一樣一樣一樣的教。 弟子入則孝,出則替,謹而信,犯愛重而親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每一樣每一樣每一樣事情上有一個根本的道理。 每一樣每一樣事情上有一個根本的道理。 那是就每一個事情上的一。 每一樣事情根本的道理要掌握著。 人生的道理,首先是孝替宗姓。 、孝替宗姓嗎? icked Huh Pe il 孝,曝本凡始,對於我所從出的家、家族、社會、國家、天地,都一種報恩的性。 我今天,我能夠長大,都是年長的人照顧我,所以是,尤其以前的大家庭,說實在,父母沒有辦法照顧所有的小孩,很多時候都是年長的哥哥姐姐帶的,一路帶的,一個帶,一個怎麼帶的,那更是如此。 因此,就是要對於這些年長的人尊重之心。 忠信 做事情要忠誠,凡事盡心盡意。 信,是要有信用。 信,是要求一字。 因此,每一道事情都有根本的道理,人生有它的根本的道理。 肖、替、忠、性。 一心一意在這個上頭,就沒意思。 禁,禁神,禁天地的禁,主一無事之謂禁,主一一無事,輪不往其他的方向。 是,胡適之的是,是是王的意思。 我們當下,一定要主一,而沒有其他的這個事情。 主一無事。 你能夠這樣的時候,你會很舒服的,很高興的。 而且你能夠把握這個事情的根本,這個事情的重點。 如果不能這樣的話,你人生很多的煩惱。 譬如,你當下在這個地方,腦子裡老想了其他事情。 其實心裡不愉快。 我,比於坦白,跟主一講。 我今天呢,連接這兩個電話,我心裡是有點不是狠的。 我心裡是有點安妥的。 因為恰恰是連打來的。 還好,我第一個電話就問了,誒,有沒有事,但聽不太清楚。 講得不理不理不理。 估計應當時,沒什麼特別事,因為打過去就沒有人接。 就我們個人而言。 說實在的,人生最重要的,末日的經驗。 不如過於持守這個心。 你的心不安定。 其他的事情都是假的。 你就算是有再多的成就地位,心不安,那不就是假的嗎? 因此,這個一是要讓我們安心的一個最根本的一個辦法。 如果你每一樣的事情上面都能夠組這個一的話, 積累久了之後,你就會慢慢什麼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 因為你每一樣的事情,都能夠掌握這個事情的根本道理。 父母、家族、對你有恩的這些人, 你自然有一種報恩的心。 照顧過你的這些長輩, 你也有一種尊敬的意思。 做人做事,都能夠盡心盡意。 基本上,人生很講信用。 你慢慢在這個地方著力,久而久之,人生就自然安頓了。 人生要怎麼安頓呢? 其實是要靠德性才能夠安頓。 所以,我們那是為了等路、人生的不天性。 因為,我們的心,比作孫悟空,叫做新元一馬, 像那個元侯一樣。 上下跳,到處亂跑的。 孫悟空,一個金斗鷹,十萬八千里。 唐三藏是個有德性的人,觀音菩薩是個有德性的人。 尤其是現代人,分外的複雜。 到底人生的意義跟價值是什麼呢? 怎麼想都不明白? 然後那個時候,又流行要用科學方法、理性分析。 我就整天科學方法、心理分析、分析所有各式各樣人家所提出來的這個意義跟方法。 就覺得每一種方法都可以找到破綻,都不見得能夠自我證明。 小時候的腦子跑得特別快,你怎麼去證明這個是如此? 所以變得每一種,不管是哪一種。 包括比如我剛講夏利中紀,你們身上可能很多人腦子也開始反駁了。 哎呀,為什麼笑呢?現在很多父母都不辭啊,我幹嘛要笑啊?幹嘛要替啊? 替什麼啊?這是公民社會,講什麼替,越講這個就是威權政治啦。 誰忠啊,這裡頭大家都不忠,到處都偷吃亂吃。 你身上就是信,越信的人越被人家騙。 對吧?是這一類的嘛,對不對? 你們腦子卻血量大地反駁,只有呆子才在那邊繼續講這些東西。 那我小時候也會想這些事,而且腦子轉得又快。 所有不管你講什麼道理,講什麼的,我都把它裹了一遍。 遭到最後就說,糟了,那人生的意義跟方向是甚麼呢?怎麼講,找不到。 我為這個事情困惑了很多年,真是叫做朝思暮想,有時候夜不成眠,整天在想這事兒。 學校功課就算了,沒事就想這個事兒。 這個事情一直困惑到我上大學,沒有辦法能夠好好解決。 我後來才明白一點,就是,人生的道理,原來是活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 想,甚麼想要有,甚麼理論都有。 關於人生意義跟假的,不好意思,這次問題。 為人子女的、做人父母的,這裡有很多牽掛。 我今天還跟我一個,送小孩去上課。 女生,她一個人坐電梯上去,我都不放心,怕說會不會甚麼事? 你先抱著上一大堆事情,我都要確認一下,沒有事情。 那麽這些事情怎麽樣呢? 不可解於心。 對於父母,對於家國,對於子女。 不可解於心。 這個是必然的,我覺得也是必要的吧。 不可解於心。 除此之外,我建議諸位全部丟掉。 聽懂意思嗎? 除此之外,全部丟掉。 丟得越乾淨越徹底,人生越快。 這點我幾乎做到了。 不為民、不為地、不為世間的一切。 這沒什麽好的,因為那都是煩惱。 所以除了照顧家人,還有對於家國的回饋之外, 我覺得人生其實,其他事情少給自己添煩惱。 長得漂亮一點,這個差一點。 成就高一點,低一點。 人家欣賞你一點,不欣賞你一點。 人家欣賞你第一點。 都是煩惱的根源。 你信不信來,你慢慢去看。 男生為什麽煩惱,為了自己夠不夠, 壯高、夠不夠壯、有力量、 夠不夠有什麽這個那個的。 成就煩惱,一輩子等著,拚啊、跟人家比啊。 而女生幾乎沒有不愛眉的,不愛容顏, 愛這些種種的。 很正常! 我不是在批評你們。 能減少就減少,你會更快樂一點,不要被這個東西綁住。 是否要去鍛煉兩致身體的,而且還很特別,講到你們的不敢相信,我因為有筋骨、脊椎的問題,我在健身房做重訓。 得自我,信不得我命,回歸天地。我們要多讀經典,才能夠做得到。 得自我,信不得我命。 不是,你自己能夠決定,很健康、強壯、美麗、賺錢、命運及成就的。 mos gain 我們講這個天,不是這個意思,天就是一切,是一切種種的條件、機緣所決定的,懂吧? 你今天身在這裏,我們講中文,這是天啊,天決定的,我們如果身在美國去講英文,我身在法國講法文,這不是天嗎? 那你講中文的,講英文的,講法文的,你的人生的道路,我跟你講,大不相同,你人生的價值取向也大不相同,在臺灣跟大陸也很不同, 這個都是天,知道意思嗎?你要順乎天,你能怎樣呢?逆天而行,你通常會很難過的。 所以人生的一切種種,我坦白跟你說,獨一大半是天決定,你生在什麼地方,長在什麼家庭,受什麼樣的教育,有多少的天分,天分偏哪一方面,碰到什麼人,做什麼事情,有什麼環境,你能夠成就什麼,不能成就什麼。 因此,要懂得時時刻刻回歸天地,不要用人在那裡、膩在那裡看,那都是煩惱的根源。 否則人也不吃了活著幹什麼。 我知道活得幹嘛,就是要賺錢,要享受,我越多賺錢,越享受,這個就是我人生的目的啊! 最好有點成就名望,我知道要幹什麼啊? 但是很抱歉啊,就是,你很想賺錢,你不一定賺得到錢,然後常常你很煩惱,會賺錢很煩惱,你想有成就,不見得有成就,有名望更不見得。 你不一定賺錢,要享受,剛開始享受,過兩下可能也就沒那麼享受。 怎麼講呢? 你們以前覺得出國很了不起,很像,沒出過國的人出國多開心啊! 你出國幾次之後,好像也就這樣啊! 你有那麼開心嗎? 全世界跑透透出國,會比你家人重要嗎? 應該不會嘛! 我今天開戲舞會議。 我今天開戲舞會議。 我今天好開心啊! 我說我是很開心啊! 我每天都還蠻開心的! 我很劳累! 我要照顧好多人,我一個人要照顧四個人。 父母,我太太身體也不太好,我一個人要照顧四個人,然後我還一堆工作,一堆學生,一堆那樣的事情。 我很劳累,但是我很開心。 我很劳累,但是我很開心。 所以,開心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不知不求,不去刻意追求任何事情。 一切事情順其自然。 照顧親人,這是自然的事情。 回饋家國社會,這是自然的事情。 人生意義是 Title 。 这uk、詞、虧人 人生意義,第四次,我十幾歲的時候,煩惱人生的意義,好多年阿! 從這個初中一 uz到大学,整天在煩惱那件事啊! 人只要對於周圍的人,周圍的天地萬物,有情感。 人只要對於周圍的人,天地萬物,有感情,就會絕對意義,沒感情,就會絕對意義。 否則的話,就覺得從深處的一種無意義感,也不知道人生要做什麼。 周圍看那個小孩子也是一樣,小孩子力氣的動力,其實也是來自於這個事情。 他如果得到父母充分的、良好的、愛跟照顧的話, 這小孩子一定是健康、活潑、有力量的,如果得不到足夠的、關愛跟照顧的話, 這小孩子就是毛病多多、問題多多的,解不出生理上的性質。 那怎麼克服這一點? 我們不能保證每個人都能夠得到父母足夠的、良好的、關愛跟照顧。 我們自己一旦懂得要反過來說,不管怎麼樣,就算我小的時候遭遇很糟糕, 現在還有很多亂七八糟的這件事情。 我如果不能夠愛這個世界的話,我的人生是可悲的,生命是找不到意義的。 我要發心努力去愛這個世界。 這是一個儒家的基本信念。 ой e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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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v v 你會覺得深層的空虛,你必須要把你的生命跟這個事件連結在一起,人跟人不能分開,也不能跟天理分開。 修其治平的根本道理。 修其治,修其治,不勝賢殊。 立修其治,不勝賢出。 人生最重要的莫過於修身,其次是起家。 而其次兩個事情,常常是有緊密的、難分的關係。 怎麼修身呢? 這個有大學問,我們要讀經典。 怎麼起家呢? 我們也要讀經典。 我們要透過了經典裡所告訴我們的一些修身起家的根本道理,來幫助我們懂得怎麼修身起家。 那諸位說,這什麼時代呢? 那諸位說,這什麼時代呢? 現代世界你講的兩千多年前的老古的這個東西,還行得通嗎? 我反過而講。 那諸位說,這什麼時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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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諸位說,其實社會主緬思佛了gn comigo然 tragenipesづ呦。 那諸位說,這海畸說,這� 짜in,有關鍊的就能誤。 ——有關鍊海略說,哪裸說就是魁憬 webinars,нимatiens. 記者說,智 Liz,信 se我先祭訓,陷說,鑪 scars 。 投資有關鍊的或參與者之後,我無法真悔。 你現代之前你發現這是能源為藉大家的人那可功夫, 從極前 models選太前放心,我們會認爲的意義堂。 問醫師追訓方法,不解你 wrote詞臨曲今天:「心靈基湯善 Värije vastév合話。 作者,作者都不是真正的有德之人。 他是個人性的深處,更不要講通於天提自然之道。 在二十多年前的法國,現在德國也改善了。 家庭制度快崩潰了,還棄什麼家呢? 所以我們現在努力著超英、港美、學歐洲,結果我們的家庭制度也會崩潰。 家庭崩潰之後的話,人是沒辦法的,主要主要主要。 我倒並不是說,現代人對於人生或者家庭的看法就一不是處, 只是說,現代人並沒有真正能夠找到一個好的修身起家的方法。 沒有什麼好而典範。 比如說,美國人的修身是不是當我們典範呢? 看來也不是吧,對不對? 他給選出川普這樣的總統,大家看了也都傻眼了。 歐洲現在選出來的這些國家領導人,水平好像也越來越不行。 原意何在?其他建議畢直。 歐洲原來靠的是基督教的倫理道。 穆極,是歐洲人的德衰格�毀了。 欧洲人德衰毀了。 歐洲人德衰毀了。 歐洲人德衰毀了。 信用也往下降 歐洲近代是基督教 人類的各文明,核心的價值,主要靠兩三千年前的聖者所提供的。 四書五經 古典的經典,也有提煉出來的。 因此,我們要深入理解。 在這個基礎底下,我們也要現代化。 我常跟同學講,我自己講現代儒學。 所以我講每一張每一句,比一般的講儒學人心不能多。 何以故呢? 我講完古典藝之後,一定要面對現代社會的挑戰。 一章一句仔細講說,它能不能或如何要在現代世界實踐。 如果不能實踐,咱們不用讀它。 或者說,就只把它當作一種知識。 多了一點對於古典的知識。 但這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因為有太多太多對古典的知識。 所以我們圖經是第一,要名古典藝。 第二,要進一步地探討。 看能不能在現代社會繼續有意義,能不能實踐。 甚至於能不能當我們生命的核心事物。 就我個人而言,大概從大學到現在,我是把四書當作我生命的核心意義。 我個人而言,是把四書當作我生命的核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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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而言,是把四書當作我生命的核心意義, 儒家的道理跟自由、民主、法治並不相悲,跟公民社會或社會主義也不相悲。 儒家的道理是要重視德性,不能只重視意識的德性。 所以在政治上來講,要重視人亦理智性,簡單說,就跟人生的道理一樣,相通的,人亦理智性。 兩岸的政治都達不到這個標準,都不是在講人亦理智性,都在講富強、功力、時效、前治的手段是高壓的,甚至於是專制的、極權的、法家的。 藍跟綠其實都是意識形態。 藍跟綠其實是,有沒有人,有沒有互相體諒對方?沒有,就知道。 你是意識形態對打,我坦白跟綠也講,為了自己的認同打,對方的認同,現在已經到了互相仇視的地步。 藍跟藍跟綠也講。 藍跟綠也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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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跟綠也講,都談不上人亦理智性。 如果大家能夠講人亦理智性的話,都不是問題。 在講人亦理智性,也要講人亦理智性的慘情。 要不提出另一句話,總比平常的問題。 多體諒一點對方好不好。 多加一點、仁慈、仁愛之心對對方,好不好。 這樣的話,藍綠也不能不打架,紅也不能不打架。 紅藍綠都可以不打架,也都可以保住你自己覺得不可放棄的那些事情。 胡為不仁,胡為不仁。 胡為不仁。 我們講席會,就是要講修其治平的根本道理,做人處事的根本道理,讓我們在這個混亂的世界裡頭,知所安生立命,在這個充滿煩惱的世界裡頭,得到一種光明跟喜樂。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